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。 影版英雄联盟宣发,男主接触洋洋,吴磊,女主被曝暂定李沁。 在娱乐圈,游戏竞技类甜宠剧一直都是热门题材,比如微微一笑很清诚, 全职高手穿越火线,你微笑时很美墨白等等。 以上这些作品虽然都融入了游戏元素,但是相对而言,还是虚构的情节较多。 毕竟,以上作品都改编自小说。 而今年的游戏竞技类甜宠剧终于迎来了改编真实游戏的曙光。 影版英雄联盟启动,男主正在接触洋洋和吴磊,女主还是当红小花。 对于英雄联盟这个游戏,相信很多观众都不陌生。 这个游戏承载了无数80后的青春回忆,被改编成电视剧,自然会引起巨大的轰动。 对于观众而言,只要特效足够逼真,震撼,就很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。 再加上演员表演给力,就很容易抓住观众的眼球。 从剧情来看,影版英雄联盟之稿事业的独特视角,肯定会让很多观众眼前一亮。 该剧主要讲述的是一个退役电竞,明星因一场意外, 偶然与高三游戏天才灵魂互换的故事。 网传该剧的主创团队正在接触洋洋和吴磊。 对于洋洋和吴磊的颜值和演技,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。 两人无论是古装扮相还是现代装扮,都给人一种正义凛然的感觉。 这次,两人合作电竞剧英雄联盟,肯定会带领观众进入到逼真又刺激的游戏世界。 从而让观众感受到了游戏背后的竞技精神。 此外,从演技来看,洋洋和吴磊可以算是旗鼓相当。 截至目前,洋洋和吴磊在游戏竞技类作品,都有自己的暴剧。 比如洋洋全职高手,吴磊穿越火线。 这次,两人继续挑战游戏竞技类作品,肯定会有浓厚的角色信念感。 再加上两人平常生活中又是游戏高手。 肯定会为《英雄联盟》这部作品提供很多有趣的看点。 虽然《英雄联盟》是一部男性群像剧,但是该剧的女性角色很有魅力。 肯定会大大提升该剧的质感。 目前,网传《英雄联盟》的女主人选,已经敲定李沁。 对李沁而言,他出圈的作品几乎都是古装剧。 比如《楚乔传》、《庆余年郎殿下》、《锦绣男歌》等等。 今年,李沁首次挑战游戏竞技类作品,肯定会带给观众全新的视觉体验。 再加上他和洋洋、吴磊都有过默契合作,这次三人合作。 肯定会大大提升《英雄联盟》这部作品的质感和热度。 除此之外,《英版英雄联盟》的主创团队也很强大。 目前,该剧的导演已定张艺谋。 对于张艺谋,相信大家都不陌生。 他无论是镜头语言还是故事质感,都独具会演。 目前,《英版英雄联盟》正处于筹备阶段,让我们一起等待官宣吧。